7月28号晚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 当晚时时许 绚丽烟火与烛火炬火的熔火同时点燃 引爆青春无限的追梦盛会 并将持续燃烧至成都大运会闭幕 被称为光之塔的火炬塔如何点燃熔火并保证持续燃烧 近日 成都大运会火炬塔馆长张宗虎揭秘火炬塔点燃背后的故事 据悉 成都大运会火炬塔位于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中心片区 由火炬盆和火炬塔身组成 塔身高度为31米 整体造型设计包含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与金沙阳碎等 在独具特色的火炬塔下方 点火控制室 配电间 火炬燃气阀组间 火炬氮气阀组间易用俱全 这也是保证火炬塔正常运作的心脏所在地 我们点火控制室的话 主要是由我们的监控系统 还有我们的这个点火控制系统组成 在开幕式之前 我们这边会接到导演组的一个点火指令 点火指令接到之后 我们通过控制器上面的这个点火按钮 按下之后 我们的火炬塔顺利点燃 张宗虎介绍 为实现火炬塔与烟花的同步点燃 23位负责火炬点燃的工作人员已经进行了数次演练 同时 为应对因天气带来的突发情况 他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是在之前做过这个防12级台风的预防性试验 把火开到最大 然后通过我们的消防车对火焰进行冲洗 但是这个是没有熄灭的 当然我们在平时演练的时候 也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对火焰的大调进行调整 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话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火焰调到大火 如果天气勤浪的话可以调到小火 如何维持火炬燃烧 张宗虎将火炬燃气阀组间比作像心脏输送血液的血管 张宗虎直言 火炬燃气阀组间有任何披露出现 火炬塔都无法正常燃烧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维持火炬塔燃烧的阀门控制间 主要是由我们的控制阀门 还有我们的气体过滤器 还有一些电磁阀组成 当然还有我们的监测气体的压力表 我们这个是直接供气到我们的燃气阀主间 然后到达我们的火炬盆 然后持续24小时供气 盛火点然后我们通过燃气阀门间的阀门控制 来维持大运会期间火炬持续燃烧 在开幕式之前的话我们是对燃气阀主间 每两小时进行一次现场的燃气泄漏巡查 开幕式期间的话还有大运会期间 我们会对燃气阀主间进行每一小时燃气泄漏巡查 据悉成都大运会火炬塔盛火将持续燃烧至成都大运会闭幕式 但火炬塔熄灭也不代表工作结束 通过我们的熄火装置关闭法门切断气源 就可以熄灭火焰 闭幕式结束后火炬熄灭 我们会通过氮气阀管道进行冲启 以保证现场消防安全 此外张宗虎介绍除火炬塔持续燃烧外 火炬塔塔深在成都大运会期间 还将开启大运专属灯光秀 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在夜间重现大运圣火燃烧的时刻